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宝 我们接着来讲苏联反游的历史 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 苏联在外交上的反游政策就更加明显了 当时呢 犹太人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层和大使里 占了绝对多数 斯大林毫不隐晦的 对刚刚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 下令说 把犹太人从外交人民委员部赶走 莫洛托夫随即就对外交人民委员部 进行了普查和种族方面的大清洗 苏联驻德国大使尤尔夫·苏利茨是犹太人 被召回 一批担任重要职位的犹太族的官员被撤换 根据口头命令 在党政机关内部提出了对犹太人的陷恶 苏联新闻媒体 关于犹太人在德国和被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地区 遭到迫害的报道 遭到禁止 著名的犹太人作家艾伦堡的反法西子活动 也被迫中断 二战爆发之后 波兰被苏联和德国瓜分 根据苏德之间的交换协定 允许德国占领区的人民 回到现在被苏军占领的 以前的波兰领土的老家来 同样呢 允许苏维埃领土上任何乌克兰居民 回到德国占领区的波兰区 结果呢 乌克兰的内务人民委员谢罗夫就发现 不少犹太人排着长队登记 要求返回波兰 甚至不惜用贿赂盖世太保的代理人 让他们能够尽快的回波兰 那么1941年 苏联政府就对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犹太宗教分子和犹太作家 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与此同时呢 在刚刚兼并过来的波兰 立陶宛 埃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摩尔达维亚的领土上 苏联又增加了大约200万新的犹太公民 其中一部分呢 就被苏联当局移交给了纳粹 另外有将近25万人 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 直到苏德战争爆发之后 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苏联的反右政策才开始了改变 1941年6月22日凌晨 苏德战争正式爆发 希特勒当时命令德国国防军 必须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之前 以一次快速的远征 将苏俄彻底击败 德军当时出动了175个尸 超过300万人 3580辆坦克 7000多门大炮 2740架飞机 兵分三路 在1500公里长的战线上 同时对苏联发起攻击 那么由于斯大林对于德国的进攻 估计错误准备不足 战争打响之后 红军在整个战线上 都遭到了出其不意的袭击 不到一天的时间 德国空军就消灭了苏联 四分之一的空中力量 1200架苏联飞机在机场被摧毁 德国掌握了制空权 尽管苏联红军应有抵抗 但仍然抵挡不住 德国机械化部队的领理攻势 德军长期直入 苏联红军被大批的分割包围 以至消灭 到了1941年7月3日 德国已经占领了立陶宛全境 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地区 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 沃克兰西部的一部分地区 那么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 不仅是要占领广袤的领土 同时还要消灭 他视之为列等民族的苏联人 1941年3月初 希特勒在召集军事会议的时候 就明确指出 对俄国的战争 是一场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别的斗争 必须与空前的残酷无情的严厉方式进行 他指出 政治委员是跟国家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意识形态的传播者 因此要消灭政治委员 破坏了国际法的德国士兵 应予以宽恕 俄国没有参加海洋公约 所以他不能根据这个公约 而享受任何权利 紧接着在3月31日 就颁布了政治委员命令 希特勒给予德国部队指挥官 全权已清除苏军中的政治委员 1941年5月13日和7月22日 希特勒又发布了两条命令 为了消除苏联居民的一切抵抗倾向 确保德国占领军的安全 授权德军可以广泛地进行恐怖活动 并且对杀害平民的军事人员 免于刑事起诉 1941年5月下旬 海德里希在对四个党卫军特遣队 也就是灭绝行政队 进行培训的时候就说 根据帝国的目标 作为东方波尔什维克主义源头的犹太人 必须被消灭 共产党的工作人员 积极分子 犹太人 吉普赛人 破坏分子和组织 都威胁到帝国的安全 必须立即消灭掉 那么在发动进攻之前 德国最高统筛部 也向300万的德国士兵发布命令 要求给予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者 游击队员 破坏者 犹太人 无情和有力的打击 消灭所有积极和消极的抵抗者 为了给德意志民族 获得生存空间 希特勒又命令希姆来 用杀戮和驱逐等必要手段 把数千万的苏联人 从德国占领的土地上迁出 为德国人最终在那里定居 扫平道路 由此可见 纳粹高层 他们把和苏联之间的战争 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 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 生死较量 认为东方的犹太人 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库 所以犹太人从一开始 就被列为首要的消灭对象 那么苏联的战争初期的惨败 也对苏联的政策 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1年7月3日 斯大林第一次 以兄弟姐妹们 朋友们 这种异乎寻常的亲切的称呼 向全国民众发表了广播讲话 他指出 德国人的目的 就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 浇灌出来的土地 掠夺我们用自己的劳动 获得的粮食和石油 他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地主政权 恢复沙皇制度 摧残苏联人民 把他们德意志化 把他们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 所以 这是苏埃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是苏联各族人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 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 那么他就向苏联全国的民众 发出了总统员令 号召苏联各族人民 应当奋起反对敌人 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国土 斯大林这个时候就高举起了爱国主义的旗帜 他要发动苏联各民族 投入到反法西斯奴役者的卫国战争 为此呢 在对内政策方面 苏联政府很快就停止了无尘论的宣传 放弃了对东正教会的迫害 重新开放了封闭20多年的教堂和会堂 并且鼓励各族人民 特别是非俄罗斯族的群众 通过表达民族和宗教情感 来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那么与此同时呢 德国纳粹军队的暴行 也的确激起了苏联人民的强烈愤慨 苏联各族人民的反法西斯热情 也日益高涨 成千上万的工人 集体农装的庄园和知识分子 和红军一起奋起反击来犯的法伊斯军队 像莫斯科还有列宁哥勒的劳动者 就开始成立 有成千上万人的民兵队伍 来支援红军 战争刚一打响 俄国的东正教会 就立刻呼吁全体教徒 为保卫国土和宗教自由 对希特勒进行胜战 在苏联政府刚刚成立的 掌管情报和宣传工作的最高机构 苏联情报局的领导的协调下 苏联不同民族 不同团体的文化代表人物 先后发起组织了 一系列的反法西斯群众集会 而之前面临着灭族之灾的苏联犹太人 更是义无反顾的 投身到了反法西斯战争当中 1941年8月16日 苏联著名的人民演员 米霍埃尔斯教授 著名的作家贝格尔森 著名诗人马尔基什 科威特科 著名的新闻记者埃普斯坦 等八位犹太文化名人 联名致函给苏联情报局副局长 洛佐夫斯基 倡议呢 举办一次邀请美国 英国 以及其他国家犹太人 参加的犹太人大会 以便动员 全世界犹太人的社会舆论 投入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和积极支援 苏联进行伟大的 卫国战争 信中呢 列出了将在大会上发言的 犹太人院士 作家 演员 和红军战士的名单 并且相信 这样的大会 一定会在国外 引起巨大的反响 那洛佐夫斯基在征得了 希尔巴科夫的同意之后 批准了这一请求 1941年8月24日晚 第一次犹太人 反法西斯群众大会 在莫斯科中央公园 举行 有一千多人参加 米霍埃尔斯 被推选为大会主席 他率先 向全世界的犹太人 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随后呢 贝格尔森 马尔吉什 红军战士 库森涅佐夫 苏联科学院院士 英国皇家协会会员 卡皮查教授 工区艺术活动家 著名的电影导演 艾森斯坦 著名的作家 艾伦鲍等人 先后做了发言 他们不仅 愤怒地控诉了 希特勒分子 对欧洲各国 特别是苏联犹太人 正在进行的 史无前例的 血型大屠杀 而且一致呼吁 全世界的犹太人 投身到反对 法西斯的 神圣斗争中来 这次大会呢 就通过了 《告世界犹太人书》 苏联官方 不仅对当天的会议 进行了国际直播 而在次日的真理报 全文刊登了 所有发言者的演说词 还对会议情况 进行了报道 指出发言者的演说 充满了激情 故众人心 那么苏联犹太人的 爱国热情 就为犹太人 法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 奠定了 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对外政策方面 从贝格战争 爆发的第一天起 苏联政府就把加强 和西方盟国的团结 争取西方盟国 对苏联的支持和援助 当成了对外宣传的 主要任务 由于当时英国 深受战争的摧残 能力有限 那么所有的资源 基本上都掌握在 美国人的手里 所以美国在 苏联外交政策中 第一次被提到了守卫 为了争取西方盟国 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苏联政府 把对英美政府 和公众舆论 具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 英美犹太人组织 列为重点宣传对象 由于犹太人 在全世界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 远远超过了 他们在人数上的利益 那么斯大林 也确实需要 散居在各地的世界犹太人 在政治上 精神上 和金融上的支持 美国当时有500多万的犹太人 占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 三分之一以上 其中不少人 是大资本家 控制着报纸 广播 电视这些传媒工具 可以左右社会舆论 影响美国的决策 所以呢 斯大林认为 他们当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起着重要作用 那么苏联情报局 发动和组织苏联犹太人 对外进行舆论宣传的工作 在斯大林7月3日的 演讲之后就开始 斯大林当时非常的注意 对盟国宣传工作的进展 于是呢 苏联情报局 不仅安排了苏联犹太人 以美国作为主要对象的广播大会 而且给了犹太人 一个不同寻常的温准 鼓励他们可以像犹太人 一样的讲话和写作 描述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 在1941年8月24日举行的 第一次犹太人 反反西斯群众集会上 埃伦堡在发言的时候 就直言不讳的说 我是犹太人 我为这一点感到自豪和骄傲 西德林因为这一点 对我们的仇恨胜过一切 但这一点对我们自身来说 确实增添了光彩 不过实际上 在这次集会中的每一份发言稿 都经过了苏联政府严格的审查 所以当这些演讲者 作为苏联犹太人的代表 向全世界的犹太人同胞 发出呼吁 伸出团结之手的时候 那也意味着 苏联政府第一次承认了 全世界的犹太人 是属于同一民族的 这也标志着 苏联以前否认犹太人 为一个民族的政策 已经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这是苏埃革命以来 犹太人首次被允许 和他们西方的兄弟姐妹们进行联系 正是这种政府和民众的积极互动 被苏联犹太人 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建立 创造了条件 苏联犹太人 反法西斯委员会 简称为游委会 它的建立呢 是和第一次 犹太人 反法西斯群众大会召开之后 国外的犹太人的反应 命不可分的 当苏联犹太人的 《告世界犹太人书》发表之后 很快呢 就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当中 引起了广泛的响应 英国 巴勒斯坦 和其他国家的很多城市 都由犹太人的宗教组织 社团 或者是工会团体出面 组织了声援莫斯科 第一次犹太人群众大会的 团结大会 伦敦和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团 率先建立了统一的 犹太教原俄委员会 一些斯外政权 过去的坚定的反对者 比如说 犹太复国主义者 世界组织主席 哈尔姆·威斯曼博士 属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右翼的 犹太民族基金会主席 乌瑟斯金等人 他们都对莫斯科的 犹太人大会 表示了祝贺 并且表示 对苏联红军 浴血奔战的精神 十分的钦佩和感动 他们都号召 全世界的犹太人 放弃政治和宗教的分歧 前方百计的帮助苏联 1941年9月2日 刚刚从美国 回到伦敦的威斯曼 拜访了苏联驻英国大使 麦斯基 对苏联犹太人 在这场战争中 率先发出 反对法西斯的呼吁 感到非常高兴 并且希望 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名义 致电回应 经麦斯基的同意 威斯曼在9月8日 代表巴勒斯坦 犹太代班处 做出了公开回应 回应中 他对苏联犹太人的呼吁 表示全心全意的支持 并且对犹太人 正遭受的苦难 深感悲痛 同时他对苏联犹太人 可以在苏联军队中 参加战斗 感觉到无比的自豪 最后他写道 你们可以相信 你们在全世界的 犹太人同胞 都不会背弃自己的事业 在此之后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都进行了集会 从物质上 或者是精神上 给予苏联 力所能及的援助 那美国的犹太社团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 实际最雄厚的犹太社团 所以呢 第一次犹太人 法法西斯群众大会 在美国 引起了特别广泛的反响 仅这次大会的速记录 在美国就出版了10万份 英文和犹太语各5万份 犹太社团 革命党人的前领袖 作家思想家 犹太文学的前辈 哈尔姆 日特洛普斯基博士 在听到了苏联犹太人的呼吁之后 非常激动 他相信这个呼吁 为犹太民族 在苏联的生存 打开了新的前景 也为世界上 两个最大的犹太社团的联系 创造了条件 他公开发表支持苏联的文章 积极筹划支持苏联的活动 甚至向苏安政权过去的反对者 著名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 拉比斯蒂芬 维斯博士所领导的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 也做出了专门的决议 祝贺莫斯科犹太人反法西斯大会的召开 并且承诺会给苏联红军提供大量的援助 1941年9月初 一批美国犹太知识分子 在纽约比尼法尼亚宾馆集会 向美国的犹太知识舰发出呼吁 敦促他们对苏联犹太人的呼吁 做出有组织的回应 几周之内就有大约200名社会名流 签名支持 其中包括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全美拉比办公室代表 拉比·约瑟夫·罗克斯坦 还有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的代表 约瑟夫·劳森博士等人 随后呢 他们就成立了美国犹太人作家 艺术家科学家委员会 有委员会的创始人 日特洛夫斯基博士 担任委员会的主席 名誉主席呢 是爱因斯坦 这个委员会 在美国所有的大城市 都设立了分支机构 而在1941年10月26日 当德国法西斯军队 濒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 这个委员会 举行了声援苏联的广播大会 当时盛况空前 具体的情况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色